圆米女子撐着伞走到巷口 竟然伸出手一张又一张的 把公告的照片全部撕下来 原来她是这里的住户 疑似不满邻居提醒她的父母 不能在这里整理回收物品乱丢垃圾 竟然气得把里长贴出的公告全撕破 楼梯口旁边的推车上面堆满各种回收物品 邻居指控脏乱不堪 引来蟑螂 苍蝇和恶臭 严重影响居家生活 因为她会放一些回收品 那我有点恶臭 那我吃出恶 所以味道会比较重 那像我小朋友会下课 都会捏着鼻子上楼梯等等 然后再来重影响 我这个门我没办法关 因为关了之后 那个味道真的太重 然后你没有办法关 你就有那个危险性 就到偷窃 或者是有坏人躲在里面 事发现场就在新北市中和 垃圾堆在公共区域 楼梯间至少两年多 通通居民与乱丢垃圾住户 沟通多次没有下文 向公家单位检举 公务局曾经罚过一次四万元 环保局也开罚过两次 但状况根本没改善 还变本加厉 其他巷子的邻居 甚至把自家回收物品 纸箱瓶瓶罐罐 通通通拿过来堆在这 把我们当资源回收站 其实我们公共楼梯 你把他当资源回收 在所有资源回收都往这里塞 也曾经拿那个废油桶 去丢过我老婆 因为我们只是跟他讲说 你东西不要这样放 想他他就生气 他就动物 然后就会有攻击上的行为 住户忍无可忍 公告贴满墙壁 提醒周遭居民别再乱丢了 架设监影像搜证 也请环保局连续开罚 请别把公家区域 当作私人的资源回收场 还给彼此一个干净的生活环境 TVB的新闻 吴俊贤 郭英 李杰 新北报道